自从电车开始大量生产之后 香港好像变成了一个试验场 差不多有右态的电车都会在香港出现 就像我们身后这一架Tesla Model S P85 Plus 已经是最高最高规格 走到510公里 马力有416匹 在性能表现上 其实已经是一部相当厉害的四门房车 除了尾行李箱之外 Model S 还有一个大到可以装得下 一个大男人的前行李箱 但如果说到最特别的 就一定是这个屏幕 这个车其实什么都可以在这个屏幕搞 它的控制里面可以教 Sun Roof 即是天窗 駕駛模式 拍热灯 显示的光度 要不要开一个拖车模式 其实也是在这边弄完的 既然是电车 它用完盘控制 也不是不合理的 但有些东西 可能有些感觉上 比较强的控制 其实应该是 应该变成按钮 可能更好些 比如冷气 我必须要很熟这个车 才触摸到这按钮的上下 天窗我还是要看着 但現在一般人是天窗一扭或一按 就是 夾夾好 不吃夾 不吃夾 Model S 應該是我試過最大 Power 的電車 對我來說 駕駛這部車要適應的 除了這麼大的螢幕之外 就是你幾時都要適應油門 因為你一收油就減得很快 好像減到你自己都不耐煩 你一定要適應油 否則你會覺得太慢太慢 如果你習慣了很大腳油 大腳駕駛那些 駕駛這部車就有點危險了 因為你一個半油門 甚至全油門般開啟 其實就等於給你所有電力 我一下子其實是挺驚人的 還有後輪 當你真的半油門去到 還未踩到最盡 其實好像有點受不住 因為有點像 轉動的感覺 至於懸掛 其實它也是一個氣壓的懸掛 所以其實也算舒服 整個感覺是有點像 這價位真的有七 八十萬的豪華房車 是有點相似的 當然 說到造工真的不太好 我們看車身 看車廂 我們覺得有些東西不應該 這樣也忽略了 但至於可以原諒 因為一間這麼新的廠 其實有些東西真的要有經驗累積才行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